Sung比較輕鬆的時候 你可以再去禮貌地詢問他 音樂的名字 正常來講都是會給你的 絕對沒有問題 那我們時間一樣交給我們的 DJ Sung 音樂的音樂 音樂 音樂 在我們比賽開始前 可以跟我們的靈魂任務DJ上一起搖擺你的身體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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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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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欢迎所有新装体育馆的球迷朋友们 好久没有在中午来打一个比赛 希望今天会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球给彭尊的彭尊 哈喽 新装城堡的球迷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我的名字叫做Handy Handley 当然呢 还有我们的灵魂人物 滴滴滴 滴最上 现场新装城堡的球迷朋友们 大家尖叫杀 Let's go 那今天呢我们将面对是桃园浦园林航园 那这几场呢其实新美国王呢都有些伤兵的困扰 所以更需要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呢 在比赛的时候给予最大的支持 让我们球场上每一位球员都会拿出最好的表现 以及呢全力的拼搏每一球 没错 那今天呢同时也是我们的远雄人寿主题日 那这个赛季呢新美国王第二年呢 与远雄人寿跨界合作 那当然并展开呢公益串联 为我们20场的主场球员们总得分注入保险元素 将分数化为微型保险捐赠人数 直接回馈给新北市的弱势族群们 那累计至今已经提供超过1000位的新北市弱势民众 拥有微型保险保障 也将远雄人寿的Empower Your Life的品牌精神 弱势的更彻底 那与新北国王一起呢 造福每一位新北市的市民 那今天进场的朋友呢也是可以获得远雄人寿的 胜利派派善 那还可以获得新春开运满服帖 为你的手机啊 笔电啊 在新年呢有一个新的气象 那祝大家呢在新的一年呢 运气爆棚 好运隆终来 没错 那当然呢 今天城堡内除了有 Area02城堡夹鞋机 王道银行 Global Mall 环球购物中心 所准备的城堡周边活动之外 远雄人寿呢也特别设置了品牌游戏摊位 邀请呢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挑战布袋球丢直赛 那老少嫌疑都可玩 只要你顺利呢将我们的布袋球丢入这个洞里 就可以获得远雄人寿独家限量的马克杯 多功能 钥匙圈等好礼 另外呢今天还有我们的禁卫军预测 那预测是第一节出手最多次的禁卫军 那包含罚球 那想要参加预测的球迷朋友们 请记得到我们的预测摊位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那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新北国王球员Multon 请比签名球一颗 好 那今天中场的小游戏呢 就是大家引颈期盼的远雄人寿30周年plus 讲30 好不好 大家非常想要知道游戏规则 我们都听到你们的心声了 那我们会邀请五位球迷呢 只要连续完成 罚球线跟中线两颗进球 就能够带走我们今天远雄人寿30周年的奖30万 那等等呢 我们远雄人寿的赵学新总经理呢 他会来丢小球 发放小球给大家 所以记得呢 要我们最大的尖叫声呢 让赵总经理看到你们在哪里 没错 那现在呢 讲到这边都已经30万 是真的有机会获得 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同样也是远雄人寿的主题日 第一位球迷 第一个上场 头 直接就带走30万元的奖金 所以这边呢 给我们远雄人寿一个最大的暴动声 Come on 哇 这些拍手的人都有可能拿走那30万哦 要不是我跟彭尊要主持 不然我们也蛮想参加的 好的 那在今天的远雄人寿活动日呢 我们现场也来了很多远雄人寿的同仁 来帮我们新北国王加油打气 那我们大家拍拍扇敲起来 跟我们远雄人寿的伙伴们打个招呼好吗 没错 没错 要记得打招呼才真的有机会拿到那30万哦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远雄人寿的伙伴们 前往到来支持我们新北国王 希望呢我们今天可以开开心心的 一起拿下胜利 欢迎你们 Alright 接下来呢 好不好 用你们最大的暴动声 让我们来欢迎 新北国王拉队 New 蔡北 Queen 好意思 好了 来吧 大家准备唱的唱歌 DJ声 Drop The Que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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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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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更專注于在球场上 然后做好每个沟通 还有每个细节 那最主要的还是先度过我们的商兵潮 然后希望他们赶快能够回到球场上 盧俊祥对于领航员有多重要之不言可遇 因为在农历年前的两场比赛 得分都上看20 那此外呢 他也是第二季的时候年度最佳第六人 以及去年球季的年度第一队 在第三季 是不是能够持续获奖 我相信球迷对他是有期待的 而且在俊祥的带领之下 其实进攻端真的非常需要俊祥的火力支援 因为他在出手的果决度 跟整个出手的一个次数上面 其实真的是教练给他授权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没错 这场比赛即将要正式的展开 今年双方第五次的对决 三位执法裁判 崇秀慧 庞云翰以及邮浩宾 两队所排出的先发五人名单 卧许本 林子伟 关达佑 卢俊祥以及密克斯 林子伟今天又拉上了先发 至于在国王队的部分 也排出一个很不一样的阵型 王国志打上了先发 搭配曼尼高 李凯燕 米歇尔 还有杨靖 所以我们看到林航源在这个先发组 找了一个李家康 李家康对于在防守端上面的一个贡献 其实在这一季非常的一个显著 所以在后续的板凳上来 包括今天有登陆到 陈玉翰也是让人家蛮期待的 就是说今天能不能够有机会登场 这是我们可以值得关注的地方 针对后场的伤兵问题 其实林江源近期也蛮头痛的 所以在农历年前后补强了 过去曾经打过梦想家跟台皮的陈玉翰 那这场比赛在登陆名单当中 也有机会来上场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刚提到 一直提到伤兵问题 每一支球队都用不同的方法 在想办法解决 甚至从自由球员市场上面去做补强 今天的开球仪式 是由远雄仁寿的 造学新总经理 来进行开球 那他对于今天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在中场Logo Shot的环节 只要有人丢进 就是直接带走30万 哇这个是非常诱人 那这个在每一队球队开训的时候 年后开训的第一个游戏 第一都是中场投篮 我相信球员应该也很想投啊 对 一球30万 听说去年呢 也是跟远雄仁寿合作 那上来的第一个球迷 直接投一球就进了 然后就带走30万 这个红包是有够大 好两边的球员都来到中圈 准备进行跳球了 身穿白色球衣的桃源浦渊岭航员 还有身穿黑色球衣的新北国王 米歇尔有点等不及了 跳球下来 黑色球衣的国王队掌握第一波球球 第一点比赛正式开始 凯燕今天重新回到了阵容当中 在前一次出赛 已经要追溯到1月28号了 杨靖敏在地位一个横移跳投没进 第一个进攻就做给杨靖敏在地位 去单打到卢俊祥 那整个空间拉得非常开 这也是 看这个战术也是希望能够 利用双塔的一个组合做一个high low 很可惜这个犯规收场 在心脏地带出现了拉手犯规 杨靖敏个人第一犯 林航元要把底线球 卢俊祥 踩在线上 catch and shoot 没有 今天王伯茲打上了先发 先来看一下场上 第一时间的RU 凯燕一回来就做出贡献了 找到米歇尔拿下两分 没有错 其实在空位上面 其实真的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在上一场比赛 其实分数上面 真的非常不及格 没有到80分 对 中距离跳投是密克斯的拿手好戏 所以今天也是要考验到国王队的一个内线的防守 但进攻上面他们有速度的优势 不管是米歇尔还是安妮奎上来 基本上都是Uncle Size的一个中风 没错 变了一步 到南底下 单手重扣 米歇尔发出怒吼 个人连得四分 来自防守 米歇尔的两分球命中率超过了70% 在联盟当中是排名第一的 对 基本上都是用扣篮的方式解决啊 没错 密克斯看了一下篮框 再交给关打用 传给林子韋 切右路 这一次的抛头没进 刚刚子韋教练提到了 Undersize中锋的问题 这也会考验着这两比赛国王队 因为安妮奎以及这个米歇尔呢 大概就是210公分以下 梁静敏 在外外出手 命中三分 安妮在出赛四场的比赛当中 其实贡献的分数都非常稳定 大概都是在15分以上 基本上的分数就是挂在上面 哇 先看凯燕的防守 后场出现了15人 李凯燕飞升上来 而且还要到了犯规 能够站上罚球线 哇 真的三个后卫 凯燕 舒豪 舒尾 真的是一个都不能缺啊 对 每一个后卫上面 都是有一个特色 尤其是凯燕的防守端的表现 哇 这一个快手抄截 完全没话说 对 而且在最后的finish 还加上一个N1的一个 分数进账 李凯燕对上领航员 是很有心得的 今年赛季的 最高得分 20分 就是面对领航员 那他是在1月31号的时候 东超出战韩国的客场比赛 摔伤了 不过还好伤势并不严重 关达又晃了一拍再叼出来 想要打一个高级中锋战术的配合 结果球被操掉了 不看人传球 王博之飞进来 没有摆进 但是要到了裁判的哨音 对 一开始在国防队的 还是保持他们的球风 但是转换的速度都是非常的快速 那这也让这个 Washburn跟密克斯 必须要去做回防的讯息 在这个助攻排行榜上面 也是榜上有名的曼尼高 no-look pass 给这个 国志 曼尼高在前面一场比赛 是由他来主控 那可以说是 劳苦攻高 虽然最后球队输球 他攻下了32分 创下了生涯在普拉斯利新高之外 还传出了8次的助攻 那国王队这个 助攻防守林苏伟 第三名是林苏豪 第二名是曼尼高 对 等于前五名 就是有三个是国王的球员 第三名是曼尼高 第五名是林苏豪 哇 这样子的助攻速 真的必须是国王队 他的 战场的地方 对 关达佑 切入在KickHop 吴俊翔带步 中距离拔起来 经过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之后 做了一个 球边的一个运作之后 在一个落边形成一个后挡 找到俊翔的位置 关达佑在这几波攻击之下 都是 障眼一个切入跟撕裂防线的工作 都能够有效的找到外围空挡的射手 还剩下七秒钟 六九 一个身体对抗 哇 直接弹飞 这一球 脚步踩进来身体轻微的顶到王博智来看一下会有什么下场 是 俊翔也非常的聪明喔 看到这个有补防的位置 他往横向的方向去做一个移动 做进攻的路线 然后赚取这样的一个组长的犯规喔 这是王博智个人的二次犯规 要把卢俊翔送上罚球线 依罚没有进 对 现在一开始 在国王队的得分都是来得比较简单的 就是比较没有在半场的攻击做一些 呃 战术的 运转喔 但是 所以分数打的来得比较快 上分上的比较快 对 现在打不到三分钟已经攻下十一分了 一样是快速带过半场 曼谷 交给李凯燕 一个传球叫出手 高效率的命中 三分 哇 国王队的退防很及时 没有让领航员快攻成功 吴俊翔 三分线外 自己集挺 也回进一颗外线 哇 这个三分相当的及时喔 如果再没有进的话 这分数很快就拉上去了 没错 十四比六 背框 杨靖敏 在同一个位置 最后交给曼妮高 哇 今天曼妮高也带出准心来了 那在秉哥 竞赛回归之后 他有低位的单打 然后来去吸引对 对手的血防 找到一些机会 欢打用 这一回选择自己上 两边的命中率 在近期都是有所提升 不过国王队的转换 很快的 这一次抛向空中 但是抛过头了 要以失误收场 要以失误收场 上 丙方便请求换人 米歇尔他厉害的地方 就是能够参与快攻 不过这一次的传球 是掉了太高 没有传到位 现在马上把周亦翔给换上来 罗伯欣的操球 揍出了空档 但是犹豫一下 最后球给Washburn 保险拿下两分 Washburn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是十拿九稳 那米歇尔在这个防守上面 在今天这个也是算是 让这个米歇尔跟安妮渴望 哦 米歇尔跳出来了 在单减第二季的三分球 都在面对到领航员的双塔 那现在目前国王队的阵势 是希望能够 米歇尔跟安妮渴互补 这个两个尽可能先不要一次上场 那体能的分配上面 能够比较平均一点 对 这一段时间 王博智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来看一下蓝底下 米歇尔的强攻 第二次的出手投进 对 米歇尔的一个 活力非常的好 但是也要注意他的协调 对 他常常会比较容易 对体能下降的比较快 没错 所以在摆上 曼尼高的状况之下 就等于你内线 必须要把米歇尔跟王博智 那这场比赛 舒适宣又没有办法打 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 是对上工程师扭伤了脚踝 那戴维斯虽然这样解禁 那暂时也是还没有办法回来 所以内线跟 后场都有一些问题 伤兵的状况 王博智 收球抛向空中 带座转移 杨静敏剩下两秒钟要拆炸弹 高难度出手打到前框 周一枪 交给驮车的密克斯 在篮底下精彩的假动作 拿下两分 是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转换上面 又换的领导员在转换快攻 出球的就变得比较快了 那几次在半场的进攻 都想要找到敏哥的这个地位单打 出手短了 长篮板又被曼尼高低捡到 王博智 wide open的机会 没有人防守就是一气惩罚 不要忘记他曾经单场命中过四颗三分球 对 而且第一角是他的热点喔 一个背后给球 Watchburn 外线出手力道大 双方一样有九分的差距 国王队在第一节的比赛 进攻效率非常高 博智边传球出现失误了 关达又扮演 冲锋斑散 败进两分 是 所以看到米歇尔现在体能是稍微有点下滑了 所以看到整个回防上面的速度 跟这个 内线的一个轮转上面也必须要去做调整 他是球队的energy guy 但是不要太早的把energy用光光 把球力进攻 直接了 Maneco 起码射尖抛投没进 篮板球被密克斯保护住 直接掉一个对角 周一翔 外线出手 部长来了 嗯 周一翔在前面一场比赛 农历年前收官 拿下九分 创下了本季新高 而且也上场二十四分钟 他的回归 对于李唐源来说 非常的重要 双方四分差距 二十三比十九 下一次 中文字幕里面 订阅 余公啊 o 中文字幕里面 在这段时间中 中文字幕里面 oh oh we go on oh oh we pop stars stars ain't nobody bringing us ain't nobody bringing us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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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could try it but we're gonna wear the crown you could go another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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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h your love but you're not bringing us down we go on until we get it get it we go on we so in it in it we pop stars only winning winning now missed thats thats how thats you thats th so th 再回到兩個球權的差距了 那周一翔這場比賽替姆出發 就命中三分 同時在快攻也能夠幫助球隊串聯起來 沒有錯 可以看到一翔在 跟關達佑的搭配上面 先把速度給拉起來 那並不 一開始是在這個凱燕的一個推動下 打出一個11比2的攻勢 那反觀平行員把速度給節奏也拉快之後 那也是有很多很簡單的分數進帳 對 剛威哥提醒我們 今年賽季周一翔還沒有命中三分線內的表格 對 兩分球還沒有命中 只有今天希望可以期待一下 有沒有坦克切入上籃 那是對於領航員來說幫助很大耶 球迷也很想看到 對 你看現在就是剛剛提到就是 MVP等級賽協來了 結果周一翔賠上犯規 怎麼會是最了解敏哥的 一翔犯到這個規呢 我們來看一下楊敬明 剛剛個人的單打 對 這個手來之後 你都絕對會一直賴的 這個非常有經驗 對 楊敬明 在這場比賽呢 賽前只差12分 就能成為Plus League 第二位 史上第二位 1500分里程碑的球員 同時也是本土第一位 上一位達成的 是新特例 哇 剛剛看到李學玲 上場的畫面 真的是現在 中華隊的話題非常多耶 不要忘記我們這個 當時黃金世代的一個主控 沒錯 矮腳虎的代表 他也在1月底才剛滿40歲的生日 對 我說今天去跟他打招呼的時候 我說身體維持得非常好 這個體脂肪應該是非常低的 對 非常的慚愧 看到他的身體在保持 對 哇 現在看他上來主控 把節奏給帶起來 嗯 那因為有傷兵的狀況 也希望李學玲 也可以頂替練時間 李學玲在前面一場比賽 農曆年前是上場了17分鐘 也創下本季的新高 Washburn 藍底下精采的腳步 要幫安妮葵上課了 對 這個就是一個點 那基本上Washburn 要打到對手的一個 1-1的話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哇 這個 這一次想要高調到籃底下 但是以失誤收場 今天的國王樂隊戰術 大部分會有想要在第一位上面 給敏哥去做單打 先看Washburn這個內線的腳步 他會對到聯盟的每一位中鋒 我覺得他都基本上都能夠處理 對 213公分 現在在聯盟當中就是屬於 僅次於塔幣可能最高的存在了 他同時也換上了另外一位洋將國朗 Washburn又在第一位接到球 楊耀才腳步一個天高 沒有擺進 專方一樣是4分差距 凱彥交給外圍的國智 比一個假動作再交出來 陳俊男下球往進去走 最後是安妮奎 安妮奎 這可不常見 這個國王隊的File的一個戰術 把空間拉得很開 吳阿威基本上拉到外面去投籃 那整個在切傳的空間都來得非常大 安妮奎在前面一場比賽只攻下一分 後的8球拿下創下了本季新低 這一次拋頭受到了干擾 莫許本認為有犯規產生 但是裁判沒有享受 楊晉敏的三分球 四關掌onfire 第一節國王隊的火力太兇猛了 現在已經可超過30分以上 又回到了10分的差距 吳俊翔 在撞在對手身上之後 球差點要掉了 Washburn再把球拿回來 一樣打第一位 繞過籃框 拿下分數 今天的進攻節奏都非常的快速 先看這個切傳之後找到曼妮高 這五個內線是完全沒有進攻的球員 把位子拉得非常開 因為接下來這個快速的一個 找到敏哥的一個出手點 剛剛看到前面一場比賽 在對上工程師的時候 國王隊的三分球只有 百分之十九的命中率 非常的慘 那這場比賽是完全是 把自己的狀況拿出來 陳俊男 再交給曼妮高 剩下幾秒鐘 帶球切入想要硬打 但是還是受到Washburn的干擾 是 周一翔外線急停三分 再來一顆 哇 就是要三分啊 對 單捷第二顆的三分球 哇 這個三分球來得非常迅速喔 是 哇 以翔如果有這樣果決出手的慾望 我覺得對林唐映來講 是非常好的事情 台判想哨了 是一個進攻犯規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周一翔 今天不當交通部長 要當國防部長 開始在場上射飛彈 現在是坦克先收起來了 現在先當射手 雪林在高位持球交給柏朗 柏朗外圍比了一下 再往近區動位 後仰出手沒有找到籃框 不看人傳球找到底線的JJ 安妮葵 個人擔擋 球掉了 Mix 三步並兩步來到近區 這個退防的高度真的是落差太大了 只要飛操球 而且在國防隊都站在外面的進攻 所以在整個大哥一出去 跟上快攻的話 基本上就是兩分的區分 安妮葵 後仰頭短了 雙方從十分差距回到三分差 兩邊在第一節的進攻節奏 跟進攻的效率打得相當不錯 地板給球結果被操了 林金榜拿到這一球 撲在地板上 球差點要掉了 後面再交給陳俊男 小敏 非常果決的上籃 要到了犯規 這一次的犯規吹在張正牙的身上 先看這個切入在安妮葵也是 在一個第一位去做一個要求 把這個切入的空間給讓開了 因為傷兵的問題在第一節的比賽 國王隊這邊就直接放寬輪替 包含了陳俊男跟林金榜 還有簡佑澤都獲得上場的機會 安妮葵也是從板凳出發 唯一一個下不去的是曼妮高 對 少了雙齡 少了雙齡 我們還有那個林立仁跟林金榜 這沒關係啦 對 大家還是願意會去支持的 沒錯 林立仁上來的時候 歡呼聲是滿大的感情 之前榜哥跟小莉 還有這個林航元回娘家的 影片裡面出現 對 就是沒有找我 這是我很氣的地方 這一次後場的長傳想要找周宜翔 結果直接被曼妮高播出界外了 曼妮高在前面一場比賽也上場了超過40分鐘 那這場比賽想必也有大量的上場時間 必須要他來負擔 鎮壓 投了一個彩虹球 哇 對 賽前就跟他講 膽子要大一點 對 相當果決在今天第一次出手就命中 你看今天一開始賽是國王的節奏 但是沒想到 領航元把分數給最近也得超過30分以上 雙方只有一分差距 陳俊男 YOP的出手球算進去了 哇 今天的 今天大概是打進攻大戰了 對 多點開花的情形 命中率都相當高啊 國王勉強拿到這一球 但是國王隊的本門賠上犯規 還是一個M1 所以進來包夾的高度一樣是不夠的 是 先看這個切入 右手切入 這個面對著兩個180級以上的球員呢 還是 硬生生的把球投進去 嗯 把這協防的位置 高度確實不夠 那柏朗在年前的比賽 十五投一中 看起來是非常的 反應非常大 對 希望他的一個狀態能夠 在年後之後可以維持 維持回來 實際上在農曆年前 林航元也找來了小洋將 讓葛拉漢來取代之前被DankQ的勞倫斯 所以說在陣容的變化上面 這樣比賽一樣擺三大 那以後就不知道了 對 其實這三大的組合其實真的是 對聯盟來講其實滿大的一個威脅 對 這三大的組合平均升高 有時候兩米一十公分以上 對 剩下兩秒鐘 小敏的拋頭三節第五分進場 球發進來剩下四秒鐘 必須要趕緊出手了 周宜翔 動位再分球 張振雅在座轉移 但是沒有看到Shot Club 已經時間到點了 張振雅非常懊惱 好 那第一節比賽結束 國王隊紅香了37分 領航元不遑多讓 也有34分進場 雙方帶著三分差距 要進入到第二節 好 今天漢地的氣勢不錯 大家氣勢不錯 因為大家今天防守也很好 大家在大螢幕上面玩一個CAM 和我們遠雄人獸的 騎飛雄好不好 一起跳舞 我們的騎飛雄做什麼 我們的球迷就跟著一起拍手 我們的騎飛雄做什麼 我們的球迷就跟著一起拍手 就跟著一起 跟著我們遠雄人獸騎飛雄一起動作 跟著我們遠雄人獸騎飛雄一起動作 可以喔 跳起來喔 上大螢幕的人 上大螢幕的人記得可以好不好 不要吝嗇跟表現好不好 一起嗨起來 來囉 歡迎來到群雄體育館喔 跟著我們騎飛雄一起動起來 我們Chris現在越來越多招了好不好 好 蛇體肌喔 哈囉 歡迎來看球 歡迎來看比賽 歡迎來看比賽 不要害羞啊 各位 一群好朋友一起來看 是我們台藝大的球員嗎 今天是遠雄人獸的主題活動 當然現場也有不少遠雄人獸的員工 不知道對全兒師能顯有沒有興趣 對 東華隊的一些球員 希望他保險公司能夠多一點額度 多一點額度啦 等一下我幫你去找總經理 好 那畫面上的戴維斯 這場比賽 就競賽來說是解禁啦 因為是國王隊今年賽季的 第21場比賽 不過因為之前感冒的關係 沒有辦法參與練拳 那就回歸還要再等等 第21場比賽 國王從外線出手沒進 第一個戰術 用牛角戰術做到國王的三個線出手 可以看到第一節的兩隊的命中率都相當高 沒錯 可以看到整個進攻的火力都是顯現無遺的 每一次的出手命中 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的控感 安妮葵靠近籃框要到了柏朗的犯規 先看這個單邊的一個組合 安妮葵很聰明的利用一個假動作 把對手給騙起來 在第一節的比賽 雙方分別攻下三 37分還有34分 那最主要的得分來源 國王隊這一邊就是他們的三分球 九頭八中非常的恐怖 那至於領航員呢其實也很不錯 有五頭四中 對 其中第一節的楊敬敏 我們的敏哥喔 對 個人都貢獻了11分喔 所以只差1分 就能夠達成生涯1500分的里程飛 然後現在這個 鎮陽外線出手力道燒大 轉換攻擊來了 曼尼高 這回選擇把節奏慢下來 再交給陳俊男 陳俊男的高打板球被撥出來 密克斯要自己帶球過半場 裁判說JUMBO JUMBO雙方針球 上 請他指球換人 來看一下剛剛這一季高打板 打在籃框就可以去撥了 這個感覺有碰到籃框的部分 嗯 這在 周一想要退場休息 取代進場的是盧俊翔 對 當你的國防隊教練團還是一直想要去爭取這個 勾田底的一個狀況 嗯 那現在Go Tending其實是可以挑戰的 就看他要不要使用這個權力 對 塞進去 安妮瑰今天應該會有蠻多這樣的畫面 因為內線真的太大了 是 今天就一直在中距離跟外線 在賽前的時候也是練了蠻多外線的一些出手 沒錯 Mix 從外圍投射 球沒有進 漂亮的轉換攻擊 小米印上被阻擋下來 41比34 再做一次轉移 69被放倒在地 這一次犯規要吹在簡佑澤的身上 不尋教 上 平衡選手不換人 侵略性的防守 那就身體撞在了69的身上 是 這非常明顯 嗯 不過在國王隊的一個輪替上面 現在這個第二個陣容上來打得也是 有板有眼 沒錯 高拋投盧俊翔拿下分數 看到第一節的小米的一些拼命做切入進攻 那爭取到一些上籃的機會 而且在 對手隊友可以爭取進攻籃板的機會有比較大一點 完全沒人防守 從外線出手 已經把沒有投進 好 斷打用 在分球 火爛 拔球線附近的跳投 結果球撥進了 要記在密克斯的身上 是 一個人搶贏兩個人 這就是雙打可怕的地方 對 這個在內線的兩個雙打 這一個出手另外一個抓 對 這換上來的又是210以上 所以這就是領航員在年前 為什麼能夠打出將近五成勝率的原因 因為他們的三塔是慢慢找到了合作的方式 包含了一些非常有效率的high low配合 那此外就算參與快攻 也是能夠拿出效率來 對 能夠低位單打 又能夠去做側硬 然後又有三分線的出手 對 我覺得這非常的 好用的三名大哥 不過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領航員的洋將得分佔比 是六隊最高的 本土球員需要更積極的參與到進攻 關打用 出手受到干擾 是 打用在 這個後衛線上的一個受傷的時候 他必須要扛非常多的時間 先看這個切入之後 看到 安妮葵沒有去 做一個很好的防守位置 做一個攻擊的狀況 我覺得打用剛剛其實有幾波切進籃下 其實都可以攻框 但是他並沒有選擇攻框 而且在整個在大個子還沒有回放的時候 我覺得他以他的能力 是可以直接上籃的這種球員 對 他在過去兩個球技 就扮演這種轉換攻擊很重要的箭頭 是 在最近的三場比賽 他的上場時間都超過了二十分鐘 那想必今天應該也會超過這個數字 一起來發出今天最大的照應聲來了 這個時候場下的教練林舒豪 在幫小老弟做一下講解 因為稍待會李威廷就要替補上場 對 李威廷是舒豪最喜歡的球員 常常照顧他 就是威廷跟這個 整個後衛線上的一些人選 那威廷確實是 在當個後衛沒辦法上場 甚至說小胖沒有辦法在場上的時候 他必須要更果決的去把握這些時間 對 在年前拿下了單州最佳球員 在前一場的比賽裡面也拿下了八分 楊靜民繞出來在壺頂開砲 這一球沒進 雙方只有一分差距 李威廷 寸步不讓的防守 球交給了關達用 繞過掩護 Washburn 再交六九 盧俊翔擺脫了防守 這一球彈道完全偏掉 但進攻籃板掌握在Washburn手上 連抓兩個 第三個沒有 這一次錯過就比較可惜了 錯過了超前的機會 這一次賭博性的操球 領航員陪上了犯規 不過在Washburn在跟裁判 有一些交談之後 確實是在規方上面沒有做好 看這個Michelle 快攻的參與 這兩隊的一個中鋒球員 都是能夠跑快攻的 在中路的一些finish 確實非常好 哇 這球 對 這是國王隊的球 教練是想要爭取有上籃的動作 來到籃底下亂成一團 楊靜民還是掌握住這一球 球隊我們可以一起到處往後 楊靜民個人單打 交給李維廷 帶一步 一樣在三分線外45度角 球直接彈出去 李維廷就是一個心臟很大顆的球員 他不會因為剛上來 或者是自己是替補出發 甚至是二年級生的一個原因 就有任何出手的猶豫 對 而且他在 其實在中距離 在中間位置的兩分球 其實表現得非常好 哇 直接過人了 對 我剛剛就想 達佑有很多球 有很多這種機會 他必須要把握 關達佑 一個人的all the way 勾下第42分 也幫助了銀行員 本場比賽首度超前 42比41 好 幫我們丟五位 選擇五位 可以參加我們中場遊戲 30位的挑戰者 好的 讓我們這一邊 讓我們的趙總經理看到嗎 好球 好球 nice catch 好 我們趙總經 選擇這一區的朋友 恭喜這位 參加我們國王訓練衣的球迷 趙總經理 丟出我們這一球 好的 最後一球 最後一次 得到30萬的機會 準備 好的 那這邊呢 非常感謝我們遠雄人獸的 趙徐欣 趙總經理 謝謝 歡迎回到比賽的現場 領航員 在第二節的比賽 帶出一波8比4的小高潮 現在把比數逆轉超前 42比41 那關達佑在這一段時間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對 而且在整個 小白以及這個 後衛都沒有辦法出賽 加康 那整個後衛線上 沒有辦法去做一些 有一些突破的演出 其實 在達佑這個點 是能夠切到進去 再去分球出來的球員 對 而在整個傳水群上面 他能夠去直接 close的一個攻擊 有好幾次在切到籃下 再take out出來的 一個三分線的出手 其實都做得非常的優異 今年賽季 雖然場均只有1.9分的得分 但是能夠在關鍵時刻 他頂替上這一個位置 就是很大的價值 是 而且他剛剛防守的凱彥 其實兩個身體的素質 跟打球的風格 都相當類似 這也是 哪有可以去學習的一個模板 楊敬明 fade away top shot 達成了生涯1500分的里程碑 恭喜四關掌 相當難得喔 那今天這個是 就是卯足全力在起攻團上面 一直做所決的一個出手 國王隊要回了領先 看看69能不能夠還以顏色 盧俊翔 這一次的切入海底 撈月拿下分數 69他 算是已經隔了滿長的時間 沒有得分喔 嗯 阿民 球交回給凱彥 雙方一樣是一分差距 李凱彥 在外圍突然抽一個冷箭 彈道燒偏了 吳俊翔 想要打這次轉換攻擊 小球再遞給密克斯 這是一次精采的小組搭配 在人隊當中完成 在第二節的7分多中 把這個米歇爾跟安妮葵同時擺在場上 那就是要把這個進取給鞏固好 這一次後方的追魂鍋 敏哥被蓋下來 李杭源轉換又來了 69踩歐洲步要到兩方 對 其實在盧俊翔的這種快攻的 那種finish的一個腳步跟時間差 還有放球的一個柔軟度 其實都非常的好 手感都非常好 往往可以製造一些範圍 先看這個橫向的 還沒有去在直線上面直接挑戰安妮葵 因為一定會被打火鍋 那也用橫向的一個做法 去賴到這樣的一個犯規 盧俊翔在今年賽季場均有15分的得分 在本土排行榜當中是排名第4位 所以他的重要性對於李杭源來說是非常的高 同時在年前那段時間 自己的得分效率也是有往上提的 曾經對上工程師 轟下超過30分 打出了本季的代表作 李杭源領先4分 凱燕掉到籃底下 這一次的超球 陳日瑞賠上犯規 不過這一球如果沒有毀掉的話 就是直接爆扣兩分 對 先看這個下法之後 這個在協防的一個 時間來的稍微慢了一點 傳進去才過去的話 這樣的話 應該就是不是半規就是兩分 不是半規就是兩分 誰扔了 嘿 你有足夠的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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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週天都來 我知道你們都沒有收到這些 阿本也跟場邊的阿木算是超級好朋友 所以說在講垃圾話 對阿木也是一直要再刷存在感 對就算沒有登陸 他的存在感還是很高的 沒錯 等一下中圈要小心一點 阿本 劃這一球滑倒要小心 再帶出來 盧俊翔一個轉身 拆炸彈成功 盧俊翔在第二節的比賽 加入到得分的行列 是 而且俊翔是這種 會連續得分 那種開關被開起來之後 他連續得分的爆發力 是相當恐怖的 沒錯 要特別注意他 對 這個防守端上面 必須要對他有所限制 李凱彥 自速度角出手 進攻籃板 被米歇爾抓到 Maneco 高舉高打 還是沒有擺進 在第二節的 國防隊的三分球 命中率下降之後 哇 籃底下去有身高優勢 但是想打還是沒這麼簡單 裁判No code 球扔出了界外 發進來還有14秒 剛剛那一球 米歇爾只是把手舉得很高 應該是沒有一些手部的接觸 這米歇爾也很清楚 他在高度不夠的情況下 他也不要去 被騙舉犯規的一個狀況 而且內線其實確實是比較少 人手可以輪替 對 關打又要把底線球 49比44 遺翔 在這一個位置相當有自信 周遺翔現在會飛起來了 真的就是不要兩分 對 九分已經追平了他在今年賽季的最高紀錄 看影響這種狀態回來 威婷 這一球出手沒有碰到籃圈 胡俊翔又要打轉換攻擊 速度開得很快 再加5分底下的Washburn 被籃框蓋火鍋 哇 原本的狀態真的是本來非常不好 對 楊敬銘沒有投信 兩邊 尤其是國王隊的這個3分9命 終於急速的下滑 導致他今天現在這個分數 慢慢的被領航員給 成功率 得分成功率比較高一點 內線的出手比較多 哇 這一球難度很高耶 結果射偏了 稍待會發底線球 只剩下2.1秒的時間 要考驗李航員這一波的出手選擇 來看一下這一球 對 影響三分線的進球 跟這個 剛出手這個裁判是認定沒有 碰到籃框 李航員要用最後的暫停 來看一下這2.1秒要怎麼處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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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2.1 3.1 3.1 那說到領航員 今年賽季 他們能夠在 戰績方面還保有一定競爭力最大的本錢 剛提到過的三大的陣容 在今年真的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初賽6場比賽裡面拿下了其中4勝 那他的出手佔比還有命中率48.3% 根據我在球員之間做的一些市場調查 他們認為最難處理的陣型 就是領導員的三大 對 而且在整個內線上面 他的輪替就是在場上都保持 有一個狀態的一個點出 那又能夠受測應 三分線出手也有 那在年前對夢想家的比賽 其實是輸球 但是個人覺得他們在內容上面 打得非常地好 但是在三大沒有保護好籃板球 被夢想家搶了59個籃板球 所以在籃板球的 沒有保護很好的情況下 那這個三大還是有可能輸球了 對 那一場比賽就是 國籃的狀況比較不好一點 那其他人是有扛起來 對 而且在整個這個三大的 這個進攻的威脅性 可以看到在籃下 會頻頻製造對手內線的一些麻煩 包括說製造犯規次數 跟上罰球線的次數也好 在進去的得分內 也是算是領航園的一個強項 對 好 領航園的ATO 球發進來剩下2.1秒 加油 管打用 找到盧俊翔 勉強出手 時間到點了 也沒有投進 上半場的比賽 領航園從一度多後超過10分 現在板道領先8分 黃柏智 突出來來得急 黃柏智左右邊各一顆3分 所以就說底腳他開的熱區 對 底腳這個位置 他常常會站的地方 而且在 阮岸教練體系當中 也是常常會利用這個corner 3 這次的反手打板 裁判享受了 Washburn今天在第一位攻擊的成功率 其實並不理想 這一球高難度打盡 對他來說應該可以增添一點信心 對 Washburn這個腳步畫得非常好 然後在這個高度上面又有制高點可以去放球 那在領航園的部分 其實在球隊隊型上面 兩分出手的次數是52.84 是全聯盟最高 那相反的 他們的三分球命中率 也是表現的比較差的一個部分 在27%的一個部分 那也是唯一 所有球隊裡面沒有超過 他們就沒有超過三成的球隊 對這兩個這個球隊的一個打法上面 就很體現出他們的內線的攻擊 是非常的強勢 沒錯 他在外圍的三分線命中率不到三成 這個是希望正牙能夠跳出來 多了 哇 先看一下 哇 這個差一點能夠過於補扣 這一次的挑籃差一點點 後面第二拖也沒有補進 那外圍呢 楊敬明 是館長在上半場大爆發了 哇 今天真的是要靠敏哥 把這三分線命中率給拉起來 敏哥今天的這個手感 楊敬明就是他 本季第二場的先發出賽 前面三場都是剃圖 來看一下周宜翔 出手打到前框 球還沒出界喔 喔 拖進來曼尼高拿到直接送往前場 王博士在做轉移 楊敬明 比了一下 來到中間一抛頭沒進 哇 可惜 嗯 對 剛剛敏哥應該是有一個直接出手的機會 現在曼尼高已經不敢走Under了 這一次身體對抗之後球差點被夾掉 啊哈 結果奶油手柏朗把球權送給了國王隊 是 哇 現在在曼尼高在第一線的防守做壓迫之後 哇 哨成這個五號位要必須要在三分線這麼遠的地方去做處理 嗯 來看一下這一球 哇 這個也算是國智的上身體啊 對 全聯盟的身體應該沒有人比國智還強啊 對 有時候 這個大洋將有時候是蠻 配合說UnderSize的時候他也是會比較好 對 Vanico 第一時間高標 單手飛空 成功的空中突擊 安妮葵爆過得分 對 安妮葵的場均注重數也是有5.8分這種 5.8次 11助攻了 哇哦 哇 曼尼高今天扛起了串聯球隊的角色 已經攻下了11次的助攻 也是新紀錄 嗯 曼尼葵跟比薛爾都是能夠有這樣的finish的能力啊 哇 今天 曼尼高 應該有機會來挑戰大三元 在前一場比賽助攻差兩的 這球出到界外那球權要判給領航員 我之前在裡面搶了 國王隊從8分的落後現在追到只剩兩分差距 上半場已經剩下兩分半左右 吳俊翔 中距離急停命中 這個控擋給的太大了哦 在這個 右側邊的一個擋拆組合 那就一個跳投的機會 對 防守B出來 或是楊晉敏傳球出現失誤 前面三個打兩個 繞過籃框 攻擊的是陳韻瑞 韻瑞這一球非常聰明哦 從左側邊繞到右側去做上籃啊 國王隊快速還擊 引線出手沒進 郁瑞一個低板給球交給外套盤的盧俊翔 在三半線外手起刀落 6-9大魔王上半場狀況也非常不錯 所以在這個進攻時間要到十秒內的一個進攻哦 很快的就把這個球給出手掉 這個節奏也拉得非常迅速 所以現在的德芬已經突破六十大關了 球被點了一下 又是轉換攻擊 交給外圍盧俊翔 打敗球進 交通部長找到聰明的用路人 郁瑞翔在這個 對球的一個串聯哦 他又能夠處理擋拆哦 他又能夠在快攻當中去做處理哦 郁瑞翔又抄到球 地板給球交給陳韻瑞 飛升上籃放短了 林航員又創造了雙位數的領先優勢 是楊敬敏很快的開火環藝顏色 楊敬敏的第十九分 是 可以上半場國王隊只能靠楊敬敏哦 楊敬敏在得分端扛起了球隊 助攻則有曼尼高 現在雙方還是將近雙位數的差距 55比64 上半場的獨秒階段 盧俊翔 直接過掉 第一步開網禁區得分 這個腳步相當精采哦 外線出手不進 所以國王隊的命中率開始下修 特別是在外線 就會產生一些問題 對 而且在林航員的一個轉換攻擊 其實在 上半場比賽打得非常的優異 轉換的一個成功率相當的高 然後都找到一個重點的一個得分點 安妮葵要想辦法頂住這一球 結果賠傷了犯規 進入加拔狀態 安妮葵是在加拔狀態中 所以這一球要把握許本線上 送上拔球線 針對剛剛這一個在底線的防 防守楊晉明 代替安妮葵跟裁判激烈的溝通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周宜翔的切入分球 周宜翔 在 小白以及家康沒辦法打之後呢 他在整個 拿球一個掌控的一個球權上面增加了 那也 常去做一個對球掩護 再做一個Pick and roll的一個處理 對 那整個在球的轉換當中 其實也處理得非常好 也找到俊翔比較瘦高高 比較火燙的球友 這也是相當聰明的一個選擇 有時候 兩罰都進 有時候他的 得分雖然說不高 但是對球賽的理解 這個也是可以顯現出他的經驗值在這邊 對 對 Maneco 打開直接過掉 空中拉桿 最後 艾利葵抓下進攻籃板 還是沒有擺進 要小心後面 衝出來的 曼尼高 但是上半場的時間 比賽已經到點了 領航員 上半場爆砍了68分 至於國王隊呢 得分也非常高 有55分 領航員有13分優勢 要進入到中場休息 一個環節 也就是呢 我們要進行的是中場遊戲 遠雄人獸 30週年 Plus獎 30挑戰賽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去年精采的片段 一起看一下我們的大一幕 也希望呢 今年這五位朋友之中 也可以讓我像剛剛大一幕上一樣 跳得那麼開心 好嗎 雖然當時那一位投進的朋友 一毛錢都沒有分給我 好 那我們呢 先來決定五位 我們來骰骰子 比我們這個先後順序 畢竟呢 第一位投進了之後 我們呢 後面也都不用玩了 那我們的規則也非常簡單 也就是呢 我們在 來看一下我 我們首先呢 在罰球線 投進一球 要進了 才可以到我們的中線 那如果你投了 罰球就沒進 那就是直接淘汰喔 懂嗎 那進了呢 我們的罰球之後 再跑到我們的中線 允許助跑 可以助跑 但是不能超過中線 投出 好我們也是 這一球就是決定 你能不能把三十萬先帶回家了喔 好的 那我們從第一位朋友 你在緊張什麼 很緊張是不是 好我們先來 頭仔子不用緊張喔 沒有 但是因為那個順序很重要 好 那你可能滿後面的 沒有 比大小 比大小 9點 記住自己9點喔 好不好 來我們這位朋友 最後一位朋友 8點 8 8 9點 那我們就按照大小順序排好了 9點 也是9點 好 來我們這位帥哥 來吧 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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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這位朋友 最後一位朋友 來投出 7點 好 那我們有兩位9點的朋友 我們來 比 7點的朋友是 在這邊沒錯 兩位9點的 兩位9點的 比大小 來決定誰先誰 好 聰明喔 輕丟 還是8點 少一點喔 這個越前面一定是越有優勢的 兩點 來來來 那你就是 我們的 這個 第二位 你就是第一位了 不用看我 你第一位 如果你投進了 遊戲就結束 他們就可以先回去 歡迎跟著我們的鏡頭 回到 新莊體育館 那這場比賽呢 國王跟領航員 打了一場 半場的進攻大戰 領航員 竟然攻下了68分 而且 真的是非常的高 沒有想到領航員 可以打進攻大戰 沒錯 在家康跟白耀城 沒辦法打的時候 在防守端上面 其實也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他自己進攻得分 有得到68分 而且 上場10個人 有8個人都能夠得分 所以在整個得分點 是多點開花 在籃板球的保護上面 也比國王隊來的優異 對 兩邊的三分球命中率 都展現了很不錯的水準 國王這一邊超過了5成 也一掃 在前一場比賽 對上工程師 完全熄火的陰霾 至於在領航員的部分 三分球也有5成的命中率 助攻兩邊半場都超過了10次 也是高於他們的平均 國王隊的19次助攻裡面 有13次是曼尼高傳出來的 算是非常誇張的一個數字 對 至於在失誤兩邊的控制 也算是保持得還不錯 對 你們可以看到 領航員在上半場 其實真的是在進攻端上面 真的是在本季也是相當的 打得最棒的一個半場 那在整個內外的結合上面 其中兩分球34投 二手 投進了這麼高的 接近六成的命中率 那真的相比之下 在國王的兩分球命中率 確實是比較低迷 那上半場也只有看 楊敬明一個人 在國王隊在得分點上面 楊敬明一個人獨挑大 但是在其他的點上面 包括曼尼高前一場比賽 得了分數到今天 現在僅得了3分而已 在半場68分領航員的得分 剛剛根據我們的英文主播 Ryan所傳回來的資料 已經創下了他們對齒的新高 那今年賽季也曾經出現過63分 但是68分是前所未見 最關鍵的原因當然就是 他們快攻的效率跟成功率真的很高 那甚至快攻之後急停後3分 吳俊翔跟這個周以翔都能夠把握住 所以說也造就了這個高命中率 跟高得分的表現 對 而且我們在我們比賽中 討論的這個三大的一個政策 都算內線的成功率相當高 對 讓對手沒有辦法 那麼迅速地打快攻 因為在內線得分之後 對手發底線 他沒有那麼快的機會 能夠去轉換攻擊 那在成功率高的時候 進攻影響到他的防守 防守也簡單出得比較輕鬆 對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了 除了我們提到的球員之外 觀達佑也扮演一個衝鋒隊長的角色 在第二節的前半段 戰況比較糾結的時候 他能夠幫助球隊快速上分 而且把這個快節奏比賽 把它定調下來 也算是功成之一 我們要知道李衡源在今年賽季 他的場均得分只有90.9分 是在六隊當中 排名第五的進攻效率 其實每一個人 100波球權也只能夠拿下100.4分 現在打環半場已經68分 這跟我們過去所知道的領航員 真的滿不一樣的 對 這個應該 林素豪在進出休息室之後 林素豪應該會不高興 對於防守專的表現 國豪隊應該要想想辦法 再把下半場很快地做這些調整才行 我們休息一下稍待會兒 還有第二段的中場獎領 今天要參加獎由我們遠雄人獸的限量龍毫靈福袋一枚 好的 那請我們的趙學卿總經理站在我們的中間 哇 這位朋友趙總經理在你旁邊 你很像那個得30萬的得獎者 好 來看一下我們前方 等一下 稍等一下 還有我們遠雄人獸的小熊 來 他行動比較緩慢一點喔 我們稍微等他一下 好 我們小熊可以擺好pose 來準備喔 3 2 1 再一次喔 3 2 1 一定要把握機會喔 因為我們有注意到那個小熊 他抬起那隻腳已經很費力了 好 OK 謝謝我們這五位參加者的朋友 也謝謝我們的趙學卿趙總經理 那當然也謝謝我們的小熊 哇 真的非常可惜喔 30萬的獎金就與大家好不好 錯勝而過 那我們也希望呢 我們的遠雄人獸也可以再多給大家一點點的機會 說不定呢 我們的經驗還有機會讓大家有這一次的機會把握喔 我們的小熊也太可愛了吧 我已經可以來回走三趟了 他還在慢慢移動當中 加油 小熊 好的 那我們呢 一樣 還有呢 沒有辦我們新北國王聯名卡的話 記得趕快辦起來 好處拿不完 我們呢 還有季後賽的優先購票圈 購票 周邊上面 通通九折 到新北運動中心刷卡呢 還有10%的現金回饋喔 那想要申辦我們王道銀行 新北國王聯名卡的 請記得到我們外面的王道銀行 我們的攤位上面可以進行申辦 請記得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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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得 expanding 請記得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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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y趣 歡迎回到比賽的現場 今天凱燕有登入初賽了 所以說他的公子 還有這個家人呢 也都來到現場 幫他加油打氣 在上半場也曾經命中過三分球 提到了今天在進攻端的表現 領航員真的是表現得非常出色 半場攻下21分的盧俊祥 絕對就是最大的關鍵 那他都能夠把握住一些快攻的機會 同時接貨來自隊友的傳球 也能夠穩穩的命中 此外除了盧俊祥之外呢 密克斯也拿下了12分 或許本的10分 還有周英翔的9分 全部都是來自3分球 關達也有在轉換攻擊之間 也抑住了8分 所以領航員這一邊 是一個多點開花 對 現在俊祥其實在這個 進攻的侵略性 我覺得在這個球隊來講 是非常需要的 而且在整個在切入到籃下的 finish跟腳步的運用 而且在放球的一個 手段上面真的是非常多元 所以看到他在整個切入上面 他是不及不許地去判斷 不管是中距的跳投還是拋投 還是做一個上籃的一個延展 這個都是他的一個在打球場上 比較能夠生存的一個手段 對 再加上這場比賽 盧俊祥的個人得分 已經連續三場比賽 突破了20大關了 至於楊敬敏在這一邊 也不遑多讓攻下了19分 那其他的球員呢 得分都還沒有上看雙位數 曼尼高雖然不在這個榜上 但是傳出超過10次的助攻 也是表現得可圈可點 楊敬敏這是他第二場比賽 要打上先巴 那前面的賽季前三場 都是從替普出賽 剛剛聯盟這邊所傳來的消息是 因為數據庫有誤的關係 他在前一場比賽 對上工程師的時候就傳出了 就得到了超過1500分 所以這場比賽像這樣的19分 也算是錦上天花 也確實幫助到了國王隊 是 就看到敏哥回歸之後 在國王隊的一個戰術體育上面 多了一個敏哥 可以第一位單打對手的 二、三號的一個攻勢 所以在整個進攻上面 又可以有一些比較 不一樣的一個攻擊的策略 所以在敏哥在內外的結合上面 也是做的是國王隊需要的一個工作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待會兒來看第三節的比賽 我們在一起 一個戰隊伍的一級 就要做的是國王隊的一級 在這次回合 一會兒就打到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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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装城堡 哈啰 很好 很好 没错 Let's go PIX 哈啰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装城堡 过来就这两张先放下一下 谢谢 好 跟各位告诉一下 在我们的商品部呢 有捡到两张Visa卡 所以呢 记得好不好 自己Visa卡有不见了 赶快去我们的商品部 领回Visa卡 谢谢 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 今天在城堡里面 涌进了4370位观众 在这两天的比赛 通常礼拜五跟礼拜天 都创造了不错的跳法 嗯 画面上看到的是 领航员的啦啦队 也来到客场 帮助自己的球队加油打气 在上半场的68分 领航员已经写下了队史记录 周一翔 在外围硬拔 球算出来了 越来越有自信了 是 就看他在三分线的一个 呃 现在命中率基本上在这一季 是比两分还高嘛 嗯 所以这个三分球多出手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交给杨敬明 阿敏 三分线外力道稍大 扑在地板上 密克斯保护住这一球 而且以翔上来的时候 他可以又做一些这个组织喔 嗯 他能够在整个在球的一个流动上面 他能够也能够扮演他的一个角色 想要高调给篮底下 结果受到干扰了 出现失误 杨敬明 交给曼妮够 肥神直接挑战篮框 哇 那这一球 杨敬明用犯规把节奏停下了 是 杨敬明拿手犯规 杨敬明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看一下这一球 六九想要硬做一个进攻犯规 是 可以看到 阿敏也是用犯规把节奏停下来 嗯 那也跟裁判去做沟通 这一球进攻犯规 跟组统犯规去做讨论 来了看一下王伯茲 一对一的防守 差点要把密克斯的球给顶掉 好 王伯茲 在踢脚的位置 赶场个人第三颗的三分 哇 真的是专门投踢脚的 对 而且在篮教练的体系当中 真的是 希望他能够站在这个位置上 曼尼高 用防守抗造的快攻机会 联盟的超结王 曼尼高在防守加压上面 哇这个也是赶快去做帮他处理喔 官达佑又是这种一拍开到底的打法 是 因为前一球是曼尼高去压迫到 官达佑那 曼尼高压迫之后 得到球权之后 会上来得分喔 这样的画面 在今年球季屡见不醒 他在下一球 就是看到打佑 利用动工去帮 打佑解决这样的问题喔 被压迫的问题 得到这样的 当然的机会 然后翻归啊 那现在有一个技术翻归产生喔 因为刚刚曼尼高自从 跟六九身体对抗那一球之后 就一直对裁判的吹判有一些意见 念念有词 是 没有发现 现在就是需要球員们帮忙的时刻了 你看 敬哥先跟裁判的做沟通 然后 曼尼高也是一样 哇 这个在星海争霸里面叫双线进攻 两边都在跟裁判 表达一些意见 是 球员可能会比较在意的地方 是这个 这个动作算是 稍微对球员来讲 会比较有危险性 因为如果没有去注意到的话 是容易造成受伤的情况 那也等于说 用一个比较激烈的抗议 让裁判了解球员的想法 是 两边还是差距有10分 国王队其实在上半场 进攻也打得相当不错 攻下了55分 但问题在于守不住 李航员的一些转换攻击 在退防方面 其实会来到 比较大的就是 很简单找到控档去做出手 非对手太简单的一个出手的话 那很容易就是很简单的得分 跟协方的位置 也会被对手给去做一个强势的转 杨静敏个人担当 周俊翔已经把路线踩死了 这一次勉强传球出现失误 前面有三个打两个 卢俊翔 这一球被挡下来 而且 球权也掉了 那当然倒在地上的卢俊翔认为 自己可能有被撞倒 这个博士的体积太大了 嗯 要扛他 其实 这空间需要 蛮大的喔 对 而且 还跟得上这个快攻的速度 是 哇 这个博士是背得起来的喔 先看这个博士这个回防 哇 这个 这个 能够有这样的速度跟这个散跳 非常不容易 哇 尺度放得比较宽 是 博士 抵了一些篮筐 哇 能够快 不是在抵角所以差一点 对 没错 博士 空手切入 哇 靠近篮筐也没问题啊 哇 博士真的 哇 今天打得非常的优异啊 黄博士已经拿下了12分 哇 有3分 有上篮 然后也有回防跟篮板球的保护 哇 先看这个篮下的一个 哇 这个放空心的手感非常好 今天吃定卢俊翔了 好 没问题喔 好 没问题喔 没问题喔 保护分给了 新北的标凤玫瑰 这球投进让国王队回到比赛 71比65 双方只有6分距离 放手 送下这一球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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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翔 捡到进去 哇 结果应该是GoTending 今年赛季第一个2分球 而且是GoTending 哇 这个只要看到以翔进了2分球 难度有那么高吗 而且这个GoTending 先打到篮板 是 周一翔今天也是创下了在乎阿斯利 加入到领航远之后 个人得分的新高 Panico出手被盖 领航远快用机会 管达佑 交给Washman 踩一个脚步 再抛头球进 哪位都打得非常快 而且达佑在第一线的防守 明明制造困难 两队回到10分仓 第一时间想要高调给米歇尔 球再回回来 但是救出了界外 球权还给领航远 现在对于来讲 这个国防队的防守 跟进攻端上面 都是有些问题的 在进攻端是没有办法 有一些转换攻击的快攻得分 他在三分线的命中力 跟下半场有一些 上半场有一些差距的话 就会打不开来 外围 catch了去 周宜翔出手 没有碰到篮框 靠着第一位密克斯的 担打 来吸引包夾 分给外面 但是周宜翔没有把握住 对 你看到 领航远他在进攻端 是有点可以打的 但是 但是就看不出来 这个国防队的哪一个点 可以去占有优势 对 那米哥尝试的打第一位 但是也没有很多 得手的机会 在防守端上面 领航远非常有侵略性的 去做一些压迫 吴俊翔断球 在跑快攻 尼克斯 音错阳差在篮底下 拿到球 但是没有放进 米哥在前面 马上用快攻还击 这个是难得的一个快攻得分 所以就是 对手没有放进 马上做一个转换 75比67 关打用 绕过的掩护 边观察阿本的位置 最后还是再进来了 但是蓝底下再做一个转移 盘板球还是被六球捡大 莫许本的后仰没有放进 球也出到界外 这波攻击对领航远来说很可惜 因为机会是有创造出来的 场边出现了暂停 国防队在这一节比赛 打出了10比7的攻势 小幅缩小差距 我们这边也有一些远程文秀的小礼物 有没有需要的 好 今天的礼物都比较轻一点 丢不远 好吧 本来就该属于你的 好 我们继续发送 你们的双手见 来给我们 我等一下再帮你剪 等一下再帮你剪 好 我这边有件T恤 好不好 太早到了 太早到了 来咯 沙茶匠一包 好 我们最后一个小挂钩送给大家 来咯 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节奏 一起敲打 当然了 听到我们好听音乐的 後面上看到的是台义大篮球队 也来到城堡 来帮 两队加油打气 苏培凯 是 是 我们正大师预约这个 礼拜四中华队的比赛 要帮尤艾哲加油 对 我们是预约一下 对 今天有國王隊的一個學長在蘇培凱 在這一陣子的比賽也是有一些獲取上場時間的機會 對 那場比賽還在等待上場的時間 對 分數來得比較緊一點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國王隊在整個現在 先發的一個組合上面 確實還沒有辦法把分數給壓過去 但是看到博士今天的一個狀態 對 頂替到蘇士軒也算也非常稱職 在進攻端跟防守端都有一些劍術 是 哇 這個博士這個擋人真的 每一個小個子遇到他應該是衝掉 會彈飛 是 所以我們有時候球隊就是需要這種Size的 這種擋人的範圍比較大 嗯 幫射手做掩護非常紮實 190公分的身高 在職業賽場打了第四個球技 還是有一席之敵 是 現在利用這個D位 哇 敏哥被有對位的狀況下 凱進高難度的三分 這個戰術非常漂亮喔 D位接球之後再做一個 回檔的動作 找到這個三分的一個機會 差距再縮小 這個反攻沒有找到籃框 楊新銘帶動的反擊過來了 彎達佑 寸步不讓 所以把球交給林凱彥 再把球拿回來 彎達佑 A上的犯規 這就是要求的一個經驗喔 那敏哥看到這個missmatch 先看前面這一波 海燕第一位要求 是一個假打 假打的狀況 然後找到這外圍的一個 投射機會 在敏哥 要求 打佑在這個侵犯原住 關打佑暫時退場休息 關打佑暫時退場休息 凱彥地板給球 相當精采 但是 陳育瑞有對到位 對 又是一個同樣的戰術 但是這次 敏哥沒有選擇回頭跑 反而跑到籃下去 找到這個機會去要求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凱彥跟敏哥的小組搭配 佔據了大多數的球權 追分其實也有不錯的效果 國志 這一次衝到籃底下 空手切 球被密克斯撥出界外 國志就算 有成功拿到球 籃底下是密克斯跟阿本 可能也沒有這麼好上 針對球權的歸屬裁判 可能要稍微討論一下 確實喔 在密克斯跟Watch本在籃下的這種 防守屏障喔 真的是被給 在籃下接球的一個 人喔 都是會形成一個 壓力喔 現在看球權是屬於誰的 現在看球權是屬於誰的 要挑戰嗎 沒有吧 那就看 是不是也要祭出挑戰 結果 糾結了半天 跟Ryan教練還是要針對 last touch 去做挑戰 這個時候阿牧 還把手機開在剛剛那個畫面 然後給裁判去看 那現在要看的是 楊敬敏剛剛所投進的三分球 是不是 一個兩分還是三分球 三分球還是兩分球 這應該是三分沒問題 對 所以這一次的挑戰是 挑戰剛剛是兩分三分 國王隊要加一分 現在雙方回到五分差距 是 所以在這個死球的情況下 他去做這個樣的一個挑戰 確認說兩分還是三分喔 對 那這個也是算是一個 成功的一個挑戰喔 把他們把分數給加上去了 因為裁判沒有享受的情況下 在活球當中是比較不能去 做這樣的一個挑戰 對 往後發給楊敬敏 阿敏個人單打剩下五秒鐘 傳球受到握取可能干擾 出現失誤 握取可能高度 真的是有影響到傳球的路線 周一翔的坦克切 再往外翻 結果出現失誤 來看一下這一球 路線已經被安妮葵踩死了 對 只能傳球 嗯 而且裁判沒有站到 底腳的三分喔 嗯 像博士的話就比較聰明會站在那邊 哈哈哈 凱彥 壓肩切入 再交給外溫射手 哇 Maneco 個人第二顆的三分 哇 這在下半場 這個先把組合打滿的情況下 到現在都還沒有換人喔 啊 確實是把這個 進攻的能量給展現出來啊 裁判給密克斯 一個電腦來到禁區已經沒有空間了 阿本勉強把球救回來 還剩下4.8秒 要注意喔 哇 哇 這邊溝通有一些問題 現在這一波亂流是領航員要去處理的喔 嗯 現在國王隊只剩下兩分落後了 來看一下這一球 這個傳球 哇 地板球 哇 這個球太可惜了啊 燙手山 沒有抓穩 嗯 這可能是球有點滑喔 有點施滑 所以導致這個軌跡 沒有算得很清楚喔 好 那現在裁判對激烈抗議的卡走 差了一個技術犯規 好 這一波亂流 卡總要去做一個很好的一個解決跟處理喔 現在慢慢的是讓這個國王隊把分數給追近 這個抗議還沒有停下來 好 那現在裁判可能要再補上一個嗎 感覺上他是不是故意想要被趕出去 這個 覺得灌輪教練嗎 把他助理教練要準備好啊 這個 應該希望不要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現在李凱因要來執行 技術犯規的罰球 有時候就是遇到這樣的節奏上面 國王隊在這樣打得順的時候 可能這個激烈的抗議 也許有一些激烈球的效果 在單節國王隊是打出了十八對七的攻勢 第三節領導演遭遇一個很大的亂流 球拳還在國王隊的手上 國王隊只落後一分了 這一波球拳有機會來朝前比數 陳俊男交給底角 撲綁過後 王國至少出大扣打 沒有碰到籃框 沒有碰到籃框 他應該是他搶球的時候又有犯規產生 吹的是張正牙的犯規 在這個卡位籃板下 這兩邊都是有一些動作產生 這個到底誰拉誰其實很難講 兩邊都有些動作產生 對 凱燕 三打盧俊翔 來底下拜託 沒有擺進 鋪在地板上 應該是一個爭球了 這一波防守 其實對領航員來講非常的關鍵 那個手度確實是 把這個國王隊的氣勢給稍微壓一下 不然緩一緩 不過他在進攻端 必須要先 有分數的進帳 不然這一直被國王隊連續得分 確實是比較stun 上半場攻下 21分的盧俊翔 在第三節還沒有分數進帳 他同時周一翔也是 跟剛剛比起來 比較沒有一些快攻上面的串聯 鎮壓 再交給外圍的玉瑞 還有防守上來 頭偏了 進攻籃板 密克斯抓到 籃底下要單打王國智被守下來了 曼尼哥 不看人傳球 分給小敏擦板得分 國王隊超前比數 是 哇 曼尼哥今天的串聯 確實16次助攻 林書豪很高興啊 對 因為16次助攻 就是林書豪全場的紀錄 曼尼哥的第16次 也追拚了聯盟紀錄 哇 現在國王隊的主場氣氛整個被帶動起來了 從10分的落後 現在反而超前1分 那這一波亂流 領航員花了很久的時間都還沒有辦法解決 是 其實在整個在輪替上面 在第二組上來之後 在回方上面也出現了問題 讓小敏也能夠有一個簡單的快攻得分 那曼尼哥在今天的表現 上一場球是用得分來幫助球隊 這一場球是用助攻來幫助球隊 所以 整個在 球隊的攻勢上面 才會有分數的一些進場 曼尼哥三節5分 4-4的助攻 外帶3次的籃板 這兩位紀錄保持了 互相的心心相喜 在第三節 國王隊有曼尼哥的串聯是多點開花 楊敬敏攻下5分 王博志也有5分 那曼尼哥自己在轉換攻擊的時候 也拿下了5分 再加上小敏超前比數的2分球 那至於在領航員這一邊 第三節就真的比較掙扎一點 上半場幾位有得分的球員 都呈現熄火的狀況 所以還是要回到 主要俊翔要把這個責任給扛起來 那當然第三節有被針對性的一些防守 讓俊翔 比較在接球的次數來講 來得比較少 所以在俊翔 怎麼樣讓他接球接得比較舒服的狀況 然後有更好的空間 讓他做出手跟做切入攻擊 那在下半場第三節是還沒有看到 比較放大的就是 在領航員的一個防守端的問題 所以進攻端沒有球的時候 你防守端也是有影響到你的一個氣勢 沒錯 所以現在的比數就被按過去了 國王隊在前面一場對上工程師的比賽 其實第三節一度追進到兩個球權 但是就是沒有反超 那最後第四節工程師回穩之後 比賽就這麼去了 那這樣比賽也可以做到的就是 第三節有超前評分 吳俊強再暫停回來 馬上用一個高難度的拉桿進球 對 就是用這樣的戰術高位的掩護 經過兩位中鋒去幫他做一個 擋著然後來去做切入的擋 這一季對於領航員來說非常重要 看看能不能夠執行 Maneco在外圍投射 Maneco 現在在這個領航員在場上 是沒有控手的狀況 所以要能夠去串聯整個球隊 這個是必須要去 張正陽拿到球 跳在空中的時候 裁判說這是兩發 對 他其實是想要傳球 但是裁判給拔球 正陽這個切入動作 製造到這樣的一個犯規 張正陽站上拔球線 在今天有一季三分球貢獻 那每一場比賽能夠貢獻1.3個三分球 太少了 再多一點了 七投中三 對不對 多多多多投一點 每次都投太少了 今天出手的次數也不是很多 對 該出手的時候沒有特別去做出手 還是鼓勵他多進攻 把球隊的三分球必中率 必須要靠他來拉起來 平行榜往外交 好球到手 小米 連續兩個桌收的球差點要掉 再分底角 外線 李歪廷命中了 這個是做了一個過多的協防 然後來去 這是曼妮高的第17次助攻 正式打破聯盟紀錄 盤底下強打握取本 還是靠近籃框還比一個2 small 對 還是要回歸到主要的進攻主軸 把Watch本跟吳俊翔 他利用這兩位主軸來去串聯其他人 這是一個幫手上的交代服務 李歪廷這一回外線出手 沒有把握去控打 69 切入到禁區 下手挑籃 要到了裁判的邵英 能夠獲得兩把機會 對 看這個俊翔這樣的 上籃的一個動作 真的是非常多元 這個防守的一個過多協防 找到一個 這算是一個新紀錄 助攻的新紀錄 第17次的助攻 非常不簡單 帥尼高目前的數據是 8分9個籃板球 跟17次的助攻 看起來是蠻有機會 完成大三元的數據 這樣還不只是大三元 還有可能有超過20次以上的助攻 對 相當恐怖喔 這個如果 當然還是要需要搭配銀球 來去證明這樣的一個價值喔 沒錯 現在兩分半的時間又讓學齡上來 讓俊翔在兩分半的時間又休息 在第四節再去做調整 周宜翔也進場接替 81比79 李維廷跳在空中 球算得出來 安妮葵的進攻籃板 對 邁尼高空中拉一桿 沒有把球放進 差一個地板 又是轉換攻擊 張正牙catch and shoot 三分球命中 就像紫薇教練說的 說要投一點啦 這樣投就對了 哈哈哈哈 對我 禮拜五的時候跟奉承教練 波球賽 他一直在看張結尾 哦 對 這都是安排好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每次正牙打得好 我都有鏡頭 對 你要謝謝他 哈哈 還不夠好 還不夠好 還要再多一點 來看一下阿本 下滑到禁區 吸引包夾也 讓外圍的張正牙露出了空檔 那就是一次把握出三分 是 不過在領航員 確實他在控球後衛當天 站力是比較吃緊的 所以在輪替上面 真的是 要能夠 很好的串聯 找到射手的機會 真的是時間比較少 那讓正牙比較舒服的 投來的一個空檔 也是 來得比較 沒有那麼多機會 對 這邊想要聊的是 怡翔的配球 那其實 過去我們 注意到他全勝時期 就是坦克切 比較少去注意到他 能夠 客串一下 控球組織的角色 那這樣比賽 特別是轉換攻擊的時候 就把自己的架子 對 而且在今天的比賽 你可以看到他 在 不只在進攻三分線 有表現之外 而且在切入跟 這個轉換 而且在PKRO的處理 他在利用他身體的優勢 有時候他在 以前的坦克街 比較沒有那麼多畫面出來之後 但是他 他有用他的身體去保護球 然後去用他的身體去製造 他這個運球的一個空間 然後讓整個出球來講 來得比較方便跟迅速 對 對 剛剛要把盧迅翔換下去 然後換上學齡跟 周怡翔這隊有經驗的打打 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有Hold住 對李恆元幫助就很大 而且 尤其是怡翔 怡翔的防守 感覺就是被低估 因為他在防守端上面 其實是 滿有侵略性的 對 這邊要小心 這個 小朋友要注意 對 對對對 現在曼尼高也有點擔心 所以過去看一下 那這邊也要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做 球場第一排或第二排的話 一定要特別注意場上的動向 這個 小妹妹很勇敢 對 應該是沒有大礙 沒事 沒事 稍微受到驚嚇 那應該沒有問題 對 這個 旁邊的這個 要特別去注意 對 就是球員衝過來 不只球 這個都是要特別小心的 海燕積極的干擾 吉翔 在第二排選擇投籃 再來一顆三分球 周怡翔 今天是扛喜的球隊 所以在 三分線的補絕度 哇 哇 米歇爾 米歇爾也跳出來投三分 其實他的命中率蠻不錯的 今年賽季米歇爾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三分球命中率 來看一下周怡翔這一顆 好 哇 這 凱諺也試著去壓迫他 這個空間應該 沒有問題 哇 不要給 哇給WASH管這樣的空間單打 基本兩分就掛上去了 但WASH管今天的首桿 在上半場表現沒有那麼理想 好 我靠近籃空還是有一定的成功率 威婷在外圍盤球 交給小敏 橫移跳投 難度很高 籃板球保護下來 第三節的比賽進入到獨秒階段 鎮揚 交給李學玲 來 我們上邊球員預起防守 周怡翔再來一顆結果酸出來了 現在會抽冷箭 看看要不要打一個2加1 小敏把節奏慢下來 威婷三分線外出手沒進 WASH管的籃板球 進攻時間跟比賽時間差了一秒左右 李航元還是回穩 在這個第三節的末段 還是把分數給要回來了 一度是被超車一分 但現在又回到十分領先 周一翔 空手切入底線 這應該是進球了 學齡的空手走位相當漂亮 李學齡連續兩場比賽都留下 不要夠 放在中南球競賽 搶投最後一拍 但是凱彥的出手沒有碰到藍圈 領航元在三節打完之後 是度過了前半段的亂流 要回了雙位數領先 91比79 要進入到第四節的比賽 來 來 一起飛 哈囉 在螢幕上呢 就是我們可愛的齊飛熊 那等一下呢 有排到你的話 跟我們齊飛熊一起跳舞 一起飛哦 哈囉 我們小朋友們 來跟我們的齊飛熊 一起飛 一起搖擺你的身體 一起 Let's go 哈囉哈囉 歡迎來到我們新中城堡 Alright 我們這一位 哇 可愛的女生 我們一起跟我們猶雄人手 齊飛熊 一起飛好嗎 哈囉 跟我們帶一步揮揮手 哈囉美女 名嘴的這位美女 就是妳 有沒有 講名嘴就知道是妳 跟我們的大音幕揮揮手 跟我們的齊飛熊 一起飛 Let's go 這位弟弟 要跟我們的齊飛熊 一起尬舞嗎 來 跳一段 跳一段 弟弟來一段 Let's go Let's go 怎麼這個表情快 我以為是快 感動到快哭了 哈囉 跟我們的齊飛熊 一起跳舞 一起飛 來 來 一段 哈囉 歡迎來到我們的新裝城堡 哈囉 Let's go Kings Let's ride 歡迎來到我們的新裝體育館 新裝城堡 那麼 第四節比賽呢 第三節的比賽可以說是峰迴路轉 因為領航員從原本的10分領先 到最後被超前 然後最後再要回10分領先 真的是非常不簡單的 畫面上的周宜翔 在第三節的比賽後半段 真的是扛起了球隊 單節有5分外加一次的助攻 對 而且宜翔在今天的比賽 哇 先看這個防守 這一球直接被曼尼高空手殺進來 就是一個2分 在這個防守端上面沒有做溝通 而且在防守的位置上面也沒有站好 曼尼高要壓迫李學齡 這一次的給球都不是太簡單 在這一個陣容當中 因為擺雙大 那現在國王對擺小洋將的關係 所以或許本繞出來接球 因為底線的柏籃會有一些機會 好 來看一下 剛剛這一球就是一個空手切入得分 周宜翔坦克切 掉到兩發 自信來了 是 開始有這樣的一個 換手這個過人的變數 哇 這一個壓肩 對 這是我們熟悉的周宜翔 是 這個民歌 他就是要下手很重啊 要毀掉 毀掉 對 所以翔今天真的是看他在打球上面 回復到以往的這種自信 我覺得在前面幾場比賽比較沒有這樣的一個 表情跟那個動作出來 對 那今天感覺上他是很享受比賽在這過程當中 在前面的幾場雖然都有一些得分進帳 但是 都是外線出手 而且在 外線拿到球的時候 其實第一時間也都是在找隊友 並沒有 這種切入的氣 那這場比賽在下半場就展現出了 沒錯 我看他他應該是在整個身體狀況跟球感上面 都有感覺到恢復得很好 Manygo 打球一起倒數 交給王柏智 柏智選手往進取走 結果被籃框蓋火鍋 雪凜 地板給球被抄了 Manygo要記上一次抄截 同時在後場 周宜翔 范香櫃 這是Manygo今天第三次的抄截 這一次 要阻止對手的快攻 周宜翔直接上身體 這也是跟敏哥上半場的範圍是一樣的 Manygo自己上 用一個第二段的加速直接騙開防守 是 現在卡總要把防守組給換上來了 因為防守比較粗的不大比較問題 而且在第一線決定 照做到Manygo的壓迫 確實是壓力比較大 Manygo這一個協防 非常的即時 也讓若側邊露出了三分的空檔 但是柏朗沒有投進 柏朗今天存在感稍微低一點 楊敬敏 個人單打在比甲動作 心臟地帶 交給Manygo 時間是非常夠的 Manygo上來掩護 分球交給楊敬敏 敏德的外線出手短 兩邊還是有十分的差距 對國王隊來講 他的進攻節奏 必須要來拉得更快 然後防守都在上面 兩次靠近藍波動 沒有把握 第三次你總算有了 是 而且在內線當中 你確實是沒有一個 比較好的戶況 因為Michele也不敢去打火鍋 因為在落邊籃板 確實會被Washburn給抓 三分出手沒進 那現在是領航員 拉開 甚至帶走比賽的機會 因為國王隊在這段時間 命中率也不是特別好 哇 又是Manygo的防守都安靜 祢翔 切入分球 教練李學齡 擔場第四分 周祢翔現在 就像指揮教練說的 你看他的表情 跟他在場上的一些肢體動作 他是享受在這場比賽裡面的 對 而且在前面騎場球 是沒有這樣的方式 所以感覺到他的 對他自己身體狀態是越 越感覺到越好 97比83 我們休息一下回到第四節的比賽 聽點 codes 聽點,聽點,聽點 錄 intro uch LINKA Now it's the time girl we're gonna run the world ain't gonna run away ain't gonna run away You better go away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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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叫声给我们的女王们 谢谢我们的New Type A Quiz 一条一百只玩的游戏 可它传说好几年的危机 一条大街热叫天门为敝 下个弯道转开新的命运 你学不来的样我是约传的唱片 一人满白或全不被我造成灰烬 你敢不来的家跟我原地早有约 没有碰过怀念今晚就老你碰杯 他们追不到林北 车尾大老夜 终点 朝前 八了解 瞬间 脆锐 周宜翔将在目前为止留下了14分6次的助攻 算是在博斯蒂之后打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至于个人最高的得分在博斯蒂 是在去年球季对上富邦勇士的时候 曾经攻下18分 不过就场上的一些状态 还有他投入比赛的程度来说 这场比赛我觉得他应该会非常的享受 对 而且自己应该是打得非常开心的一场球吧 我觉得他在整个看得出表情跟动作上面 就会感觉到他是很乐在其中 那当然是搭配要搭配赢球 所以他拥有表现 那现在的分数还是hold在这个地方 那让这个替补球员在上边收尾 那今天在替补出发上面也是表现得非常优异 还能够找到李雪凛 还能够找到李雪凛 这一次出手没劲 那在剩下的可能三到五分钟里面对国王队来讲就很关键 所以国王的一个得分点上来就是 在这两场比赛就是没有这么的稳定 而且要扛住Washburn看起来真的很困难 公开三号陈俊南打手犯规 陈俊南这一次犯规要把Washburn送上罚球线 对 内线的这个高度 脖子跟Washburn相差了这个将近快二十分钟分 对 这一波的防守用三个人来守他 最后还是被他要到犯规 加上这一颗罚球得分也突破二十大关 对 这个也是感觉上默默的就是二十分挂在上面 对 所以我觉得Washburn他今天 在这个 没有那么的突出的一个表现 感觉上命中率跟他的一个放球手感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还是把基本的分数给挂上去 对 他每场比赛就很稳定 大概就是二十分十个篮板左右 对 他目前在得分排行榜上名列帝国 想要硬打这一球米歇尔还是用他的身体负质扛出空间 是 所以现在真的确实国王队的防守一定要先守住 那才有办法把分数给最近 现在是要干扰握许本来接球 因为在对手如果要主打这样的爽塔的状况下 确实要顶住 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球权还是在领航员的身上 带进去 带进去 佛朗 在硬起的时候被毁掉 现在的民航员的进攻主手就是回绕着这个 两位双塔 在这个接球之后被曼妮高给做一个犯规 所以以这个阵容来说你要放曼妮高在场上 那第一位等于是无解了 那就算换安妮奎跟米歇尔上来组双塔 高度也是不够 对 而且今天在上半场有尝试这样子的一个配置 也没有 效果也没有到非常的显著 那佛朗他虽然说进攻端没有表现 但是他的身高高度还是216公分排在那边 对 空手走位 小米被改了麻辣锅 对 就身高嘛 所以就是佛朗的一个对他放手段还是有一些贡献 玉瑞 再往外交 关打又 交给佛朗 头外线三分球尽 终于来到了 可能要走远 是 在第四节 终于看到波朗的三分线 曼妮高的三分 把刚刚这一颗抵消了 但是还是在15分左右的距离 对 6-9 交给玉瑞 这是一支矮一样大的空档没有投进 看起来国王队的伤兵问题 在这两场比赛是完全展现出来 那前一场比赛是后场完全缺震 那只要比赛内线空虚 就被有三大的领航员给打爆了 小心后面有鬼 没错 而且我们看到队形 队形的部分其实真的队到领航员就一定要有大的洋相登陆才行 那布人是没有办法打 确实对这个战力有很大的影响 对 那在这个外围的队位上面 柏朗又能够投三分 那密克斯跟博士本也是都有投射的能力 但里外都能够去做一个high low的结合 对到梦想家我觉得就是也是一样内线的非常强势的一个一个组合 所以领航员跟梦想家都是这种类型的球队 对 高难度的后仰跳投 篮板球被陈俊兰给抓到 想要追必须要把握时间要加快进攻的节奏 小米直接从外线投射没有碰到篮框 哇 这一球其实是有空档的 国王队要叫暂停 因为近期其实梦想家的状况也开始回稳 包含昨天大比分击败勇士队 所以说在这个龙头卡位战的过程当中 两边的状况是不断地在交叠 那现在国王队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伤兵 那这个问题看起来一时半刻也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阿牧归其未定 然后苏豪苏尾的伤势 特别是足底筋膜炎也不是很稳定 而且是这种说变就变的伤势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要怎么样把过去 在开季连胜那段队型给打出来 真的难度非常高 对而且在国王队的伤兵都是主要的得分点 所以显现出现在打下来要得到超过100分的分数 确实在一直在平均分数一直在往下掉 所以在整个独立的一个得分点没有之后 那反正的一个得分火力 又没有办法及时的贡献出来 那这个也是未来 我觉得这在国王队未来之后要在季后赛之后的一个 这种七战四胜制的一个比赛当中 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阻力得分点和我们稳定的出赛 对 因为现在看场上的阵容 先巴的阵型其实也只剩下蔓尼高一个人 对 还有凯燕也算是主要主战的阵容 对 那在得分的一个稳定性 相对其他球员就来得比较缺乏的 那现在对国王队来说 短期的目标可能是东超的比赛 因为现在就算是让出第一名 但是还是在晋级线里面算蛮安全的位置 在夸实力这一边 这是一个成功的防守 那这个暂停 我相信萊安教练也是要在 尽快地交代选手怎么样去追分 在这个短的时间 尽可能利用一些防守的一个变化 来去把分数给追进 心脏在外围盘球比了一下 心脏地带 米歇尔的中距离 对 马上一个全场的一个防守附阵 国王队还没有放弃这样比赛 对 坐起来 地盘给球 空手走位开后门 后 对抗以后六九摆进分数 是 这个 竹军翔的一个快攻击 现在招加曼尼高 对 这是宁航园现在的一个策略 心脏 露出了底线控打 出手打到前方 这是最危险的动作 男上加男啊 这两个人过去是室友 不要忘记了 早就怀疑案情不单纯 但希望小敏没事 这刹车不急哦 嗯 方队身后 陈俊男 出去跑 这一次 陈俊男要赔上犯规 嗯 希望 这次没有什么问题 快速的站起来啦 进入降果状态 希望热动化虚热 希望这不要变成梗涂 这个 比较少情况会摔成这种姿势 确实 确实啦 但是还是肯定这个俊男的一个拼劲 因为毕竟 他在场上的防守端的一个能量 也是球队需要的 对 还有在场上 幸好陈俊男看起来应该没有大碍 小敏 现在又把周一翔给换上来收尾 所以在俊翔跟周一翔的搭配 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 他们两个搭配的一个化学变化 现在在领先分数比较大的状况之下 卡总应该是可以去调配跟测试一下阵容的深度 那因为之前卢俊翔跟周一翔搭配的场次其实不是很多 对 海燕出手没劲 这个党人没有去讲话 周一翔 发动攻势 在外线出手力道稍大也弹出界外 周一翔在伸展他的右手 不知道是不是刚被敏哥揍了一下 有一个篮下的犯规 现在国王队也是用双塔去硬硬 现在五分钟的时间还是有可能把分数追尽 现在的一个挡猜都是做包夹 担军男球掉了发生失误 吴俊翔一马当先 这球也有些危险 球出界了裁判把球判给国王队 球出界了 俊翔的一个快攻的处理 真的是 算是有那个节奏的变化非常明确 对 很难去抓他这种盪然的一个 节奏 收球的位置对于防守者来说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 第二时间想补扣第三波还是没有 安妮葵的进攻篮板 他被点掉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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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也出界 在这几波的攻势里面 两边都打得比较混乱一点 敏哥又再上来 要把分数给追尽一点 杨静敏这样比赛攻下24分 包含他在内 广队有四个人得分上看双位数 好 敏哥 换了王伯志 曼妮高跟李凯燕 安妮葵 换手是一个挑来 再補一颗 又是一次成功的后门配合 卢俊翔空手切入成功 对 这两位上场 而且他们在这个三大 基本上传球的视野都不会有太费影响 对 在三楼传球 对 传这个后门都是能够很轻易简单的 安妮葵的后仰没进 交给杨静敏 内线缩防过来 没有太好的机会 结果卧虚准把球操闹 这是一个show time 白手爆扣 时间已经不站在国王队这一边了 很有可能会吞下年后的二连半 至于李昂元哲是很有机会 能够终止年前的二连半 在年后的第一战 林昂元能够打出这样的内容 我觉得是 算是能够 对球队来讲是振奋士气啊 对 因为毕竟对到前面球队 然后赢到这样的分数 而且在整个比赛 修正他们进攻的一些问题 有 那进攻又能够有多的一个选择啊 来了这是MVP的对决 周一翔面对杨静敏 防守全逼出来 交给安妮葵 球呗就出界外 现在来一个三上三下 这样比赛 陈玉翰 在这个节骨眼获得上场的机会 陈玉翰也是在大学期间 也是常担任到控球的位置 现在上来是要扮演这样的角色 188分的高控球 对 同时平手 好短啊 第五一队 比赛剩下最后两分钟 微婷 第二段加速跳在空中 找到简佑哲 简佑哲出手抛向篮框 要到了犯规 現在這個檢游者在做切入的場所 現在馬上領先的分數去做一些調整 國王隊的一個狀況 除了這些有經驗的球員 人數在八到九位 那剩下來的人其實在進攻的穩定性 確實是讓人家比較沒有辦法放心的 就是說讓教練團沒有辦法放心 讓球員在場上表現 因為不知道在場上的狀況誰會比較好 所以右者在這個點其實應該要在更 有一些亮眼的表現 得到一些教練的信任 因為他是有那個能力的 沒錯 國剛在換人的時候場邊出現了一陣騷動 因為蘇培凱上場 要來表現給學弟看 就出現西北宮底線球 來到場上的是二號來自台灣藝術大學 蘇培凱 旁邊的DJ也特別去介紹他 簡佑澤在外線出手 沒進 馬上拿到一個籃板 蘇培凱這一回覺得自己投 也沒有 現在國王隊採取單揚將 立克斯 利用自己的運球清出了空間 中距離出手沒有 那張比賽應該是勝負大致頂定 一場 柏智 今天在打出代表座 王柏智你看過他這樣打球嗎 他什麼動作都出來了 今天十四分喔 湖培凱培上了犯規 王柏智在這個面框過了 這個蕭楚瑜 過了蕭楚瑜之後 還有這個轉身 用左手放球 太靈活了 王柏智也是能幫人上課的 今天領航員打出了一個 相當恐怖的進攻火力 上半場的前兩節各攻下34分 也68分寫下了對死的半場紀錄 簡宥哲外線出手 是沒有 這把握度要高一點 來 藍底下繳獲 簡宥哲再拿一個籃板球 來 請倒數 李慧婷 出手沒有碰到籃框 球也出到界外 那這場比賽領強圓其實表現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上半場轉換攻擊的效率 真的打得不錯 是 沒有錯 其實在防守端的成功 我覺得也是比較來得最關鍵的地方 因為畢竟籃下有三大去正守 對 換上來都是210以上的一個球員 那在第三線的防守端上面 是非常有威脅性的 而且在第一線的防守 還能夠大膽地去做壓迫 對 能夠大膽地協防 二線的關門 那導致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球權轉換 對 那在下半場 儘管是一度遭到超前 碰上一個很大的亂流 但是在第三節的後半段 提高了把球送往禁區的成功率之後 整個節奏就穩下來了 尼特斯 球被點了一下 好 那這樣比賽 應該是要告一段落了 國王隊也放棄進攻 最後的比數是112比97 領航員在客場 拿下年後的第一場比賽勝利 也終止自己的二連敗 至於國王隊則是在農曆年後 吞下了二連敗 畫面上的周宜翔 在這樣比賽真的是 找回了我們過去熟悉他的身手 特別是在下半場 往禁區切入的自信 跟過去的幾場比賽完全不一樣 今天領航員很懂喔 沒有在中間 這個 不論是這個 糾察隊要先辦也好 先看 看清楚 不能抄現 對 對 那領航員有阿本 所以應該吵不太起來 對 應該就是 事前有溝通好了 對 那邁尼高在這樣比賽呢 其實也是鞠躬絕尾 傳出了17次助攻 創下了聯盟的新高紀錄 但最後沒有辦法用 銀球來收場 對他來說就比較可惜一點 稍待會兒的賽後訪問 我們要找周以翔 應該沒有第二個人選 這場比賽真的是 從上半場的幾顆三分球 開始建立自信 到下半場的切入分球得分 真的讓我們看到過去 我們很熟悉的周以翔 以翔在場邊準備要接受我們的訪問 以翔你好 你好 這場比賽看到你很有自信的打法 我相信你自己跟球迷都很開心 看一下你現在的感覺 感覺就 可能你自己看瘦身有成吧 然後加上自己的一些自信心 越來越好 那相對的是 在場上的東西我也可以做得有刃有益 但怎麼受賽後再告訴我 這場比賽我相信對你們團隊來說 也是一個蠻重要的意義 因為在進攻端攻下了112分 那上半場也是一個火力的爆發 談一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對於整個團隊有什麼樣的幫助 應該是教練的時候 一開始就要奠定一些基調吧 就像是 上強度啊 防守啊 那我們也不管說 廣告第一節的3分命中率還蠻高 其實我們持續做我們該做的防守 那 到最後就是 你知道勝利還是屬於我們 好 這邊感謝周以翔 這邊溫馨小提醒 你的隊友已經準備好了 恭喜周以翔也恭喜領航員 謝謝 還好我有提醒他 但是看起來隊友是不會放過他 他應該會享受這個過程 周以翔從加入到了瓜斯蒂之後 去年在鋼鐵人 受到了傷勢的困擾 我相信他會蠻悶的 那今年賽季其實 也是花了一段時間在重回球場 那能夠在這一個時間 球隊要競爭季後賽的關鍵時期 找回自己的自信 跟幫助球隊贏球 對整個團隊跟他個人來說 應該都很重要 對 沒有錯 而且對球迷來講 真的是非常的高興 能夠看到他這樣的表現 希望他能夠持續的保持下去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待會有賽後講評時間 中文詞 最有大小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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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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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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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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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周宇翔獲得更多的球權的情況下 他能夠在助攻跟得分上面 有幫助球隊要貢獻 那這也是我們樂見的 那也看到在領航員的一個 三大的一個政策上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在各隊會製造很多的麻煩 所以在亂流的時候 又有內線的鞏固 能夠穩穩的得分 然後再認真的防守 確實就會把很簡單的勝利給拿下來了 沒錯 那在賽前也提到過了 這個三到五名的亂集團 會是下半季一個很重要的看點 因為場次的差距 其實就在一場以內而已 每一個禮拜 都有可能出現排名的變動 至於目前排名第三的 這個跟第四名的工程師 還有勇士隊 稍待會五點鐘 就要在和平籃球館正面碰頭了 所以說這個中段半的對決 看完兩點半的比賽 稍待會要繼續上演 這場比賽的轉播工作這邊要告一段落了 謝謝紫薇教練的講評 謝謝 我是蔡前錦 錦代表民視全體辛苦的工作團隊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一場精采的球賽再見 拜拜 拜拜 為我們下一個小時至一段時間 成功的工作團隊 可以ielt Düny 支援首次序 一個小時的動作 發生 尷尬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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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